2023年12月20日,根据统计数据,美联储助方抵押贷款利率就下跌,从最高点7.8%下降到6.83%,跌幅达到了一个百分点。 大家好,我是顾颖琼博士。 而当天的调查数据显示,11月的房屋销售总额为382万户,消费者的信心止住爆棚位列110。 同时,华尔街认为,美联储明年2月份维持利率在5.24%到5.5%之间的可能性为85.5%,降息25个基点的概率为15%,而到了3月份,维持利率不变的概率只有12%。 多头认为,在2024年,美联储将会有75个基点的暴力降息,而目前美国的住房需求远大于流行之前,因为远程工作的兴起,更多的家庭教育以及内向的人逐渐展现出真实的自我等等,现在的人待在家里的时间更长了。 随着长期利率的下降,建筑商将往房地产市场增加更多的供应,以满足需求,从而推动经济增长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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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